你会发现这个下拉清单非常好用 很多时候你在工作里面呢 其实你自己填有时候不知道填什么 那所以你可能已经有一些资料 假设是在旁边或者不在旁边 在其他的工作表里面 当然你可以做一个下拉清单 那下拉清单的做法不外乎就是 第一个请各位先把这个范围怎么样 你要做的这个范围 我的习惯是建一个那个名称 当然你不建名称你直接选也可以 不过我是比较建议用名称 因为名称的话你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 那如果你用选的有时候选完之后 你到底在选什么不太知道 所以第一个那建名称 特别是要先建名称 那建立名称前面讲过了 它的位置一定是在这边 公式里面的 我们如果是要把这个范围建立一个名称的话 你可以从定义名称 或者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 其实是一样的 你可以选取这个范围 第一个记得先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第二个的话你可以找到它的 左上角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让你填写它的名称 如果你没填的话 它的这个原来的 如果你做完这个我把这个先删掉好了 这个如果要删除的话 比如说这个地方假设把它删掉 那你会发现选完之后 这个名称它就是I1 那如果你要变一个名称的话 你直接把这个名称呢 把它直接改一个 比如说以后这个名称就叫年的话 那你可以直接在这个框框里面 你就直接输入那个年 那输入年之后的话 我把这个输入法稍微改一下 把它这个 记得改完之后 一定要做一件事 因为之前有同学 常常忘了就是 输入完了 对不对 输入上去了 但是少一个动作 Enter 你如果没有Enter 之前真的有同学 输入了 他说老师我明明打上去了 为什么没有 因为你少按了Enter 因为你自打上去了 但是他还没确定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范围 它以后我们就可以配合什么 配合F3 那F3之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年带出来了 以后这个就叫年了 OK 所以应该可以理解吧 反正第一个动作 一定要先建一个名称 建名称 那我怎么知道建了名称 确定成功的话 你可以在名称管理员里面 公司里面名称管理员 找一下年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点选它 它这个范围呢 就会告诉你说 我这个年哦 对应的就是这个虚线的框框 当然未来如果你的年 比如说这个年有增加的话 你可以被修改了 当然可以啊 比如说我的范围 假如说我这个地方 底下又增加了 比如说2020不够 那我又增加到2025好了 那增加完之后 现在的下拉清单里面 有没有2025 没有 为什么 因为这个范围 更新的 但是我的什么呢 我的年那个范围没有更新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再到年 那点选下面的地方 它的范围不对 你可以重新给它往下选取 选到哪里呢 选到这个范围 那这边有26了 记得打勾就可以了 当然呢 你想着老师那如果说 以后我可能会 又会更新啊 那可是问题啊 以后是不是每次都要来这边呢 很麻烦 其实有个方法啦 这有一个取巧 比如说你可以讲 多选一些嘛 空白一些 反正以后你填上去 它会补上就对了 有没有 你可以多选一些空白的 那这些空白的话 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选完打勾嘛 它这边 好这边 记得按关闭 以后的话呢 你当然这边 那如果说你将来 输入什么 2026 2027 2028好了 我刚有预留 假设我会多增加三个 那增加三个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这边向下 有没有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多选了嘛 就是你可以预留一些 那它就会怎么样 自动再帮你补上去 应该可以理解我 那个意思啦 就是直接从民生管理员里面 你可以多选一点点 有没有 你会发现我下面还有预留 但是预留多少 你可以自己决定 你也不要说一下预留太多 大概预留一个空间 然后将来自己补上去的话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资料填到那个清单里面了 所以这个名称 配合那个下拉清单 也是最完美的一个连结 OK 第一个就是定义名称 那月份也是一样 月份的话是1到12月 所以你1到12月 把它也是一样 建一个月 做法一样 选举这边加一个月 在名称管理员里面 就可以看到 OK 所以特别注意 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要怎么样建立一个下拉清单 第二步才是从资料里面 所以它隔壁 先公式 再到资料 资料里面 游标方这边有个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里面 特别注意 预设是任意值 把它改成清单 那这个来源的部分 记得就按F3 这个时候把它加入年就可以了 OK 所以 就是先产生你要的这个名称 然后将来的话 再到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特别注意 资料验证里面呢 把它改成清单 这个地方呢 就按F3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按F3 把那个年给带过来 所以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反正固定以后 你 再来就是多做 以后工作里面 我想一定会有很多类似的 你需要变成下拉清单的地方 那我跟你讲 你大概多做个五遍十遍 你大概闭着眼睛都会了 比谁都还熟了 对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按个确定之后 下拉清单就产生了 这下拉清单 就出来了 那另外这个月份的部分也是一样 资料验证 清单 月 OK 1到12 不过其实像我这个月份 月份呢 1到12月 不像年会改变 越来越多的 可是如果像这种 不会改变的 通常我不会 我可能会用另外一种方法 因为不会变嘛 你干嘛建清单 你就直接怎么样 改成另外一种形式 就是你不要用那个 你可以1 逗点 对 就是 这个清单里面 你可以不要从那个来源 因为这个 其实说真的建这个 好像有点多余啦 我是觉得就是 月份的部分 可以其实可以不用 因为它固定就是才12月 而且永远不会变的嘛 那你可以中间加逗点 这样子 它里面也会有个下拉清单 按确定 我们来看一下 下拉 1到12月就出来了 这个比较适合就是说 如果你那个资料 是永远不会变动的 那你干脆就写固定算了 OK 好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 就是上个礼拜的部分 这第一个 那这边的话 这些资料可以把它隐藏起来 把它隐藏 这样的话我们就剩下 我们需要比较重要的 这第一个 如何产生一个下拉清单 配合那个公式里面的那个 就是定义部分 你可以名称官员看一下 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呢 我下面 我比如选了2016的12月份好了 那我势必需要 把2016的12月份的月历 特别是要把这个月历 帮我显示在下方 那显示的方法 就跟我们那个右下角 这边点一下一样 2016的12月 我希望将来看到的是 那个12月1号 是放在礼拜四的位置 然后呢 第二个 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1号应该放 放在这里 所以1号应该把它移到这边来 第二个的话呢 要知道这个月的总天数 是30天呢 还是31 那这应该应该31了 31 那我就是让它显示到31 后面的地方呢 就不要让它显示出来 那我如果希望怎么样 只要去挑选某一个年 某一个月 自动帮我显示类似像这样子 的一个万年例在下方 那要怎么做 其实重点就两个啦 第一个 1号应该在礼拜几 那你就把它移到 它应该礼拜几的位置 第二个呢 这个月总共有几天 大家了解这两个问题 这个万年例就可以做出来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先把那个 上个礼拜的部分呢 先产生 然后待会我们再来看 刚刚那两个问题要怎么做 对啊 好 通知名制作